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精彩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看看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最新动态 总统乔拜登正通过行政权力采取行动 以兑现其竞选承诺并解决关键问题 包括取消学生贷款债务 关闭枪支销售的枪斩漏洞 以及加强边境安全 这些措施旨在吸引民主党基础选民 特别是对拜登感到失望的年轻选民 但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接下来我们转向国际舞台 美国官员透露 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重大支持 帮助其扩大武器制造能力 以应对持续的乌克兰战争 这项支持包括机械 无人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等 这些援助使俄罗斯能够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同时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说服中国停止协助俄罗斯 最后我来看看一些轻松的话题 从伦敦的地球仪制造商彼得贝勒比深信人类 对于找寻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渴望 到前民元造型师克里塞尔 您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时尚与美容内容创造者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人类对于探索美感和自由的不懈追求 同时美国国会延长了一项监控计划 引发了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关注 提醒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需要谨慎喜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话题背后的更多精彩故事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总统乔拜登正通过行政权力采取行动 以兑现其竞选承诺 以兑现其竞选承诺并解决关键问题 这一切都是为了2024年的选举做准备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拜登最近采取了几项措施 包括取消更多学生贷款债务和关闭枪支销售的枪斩漏动 他还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来加强边境安全 这些措施旨在吸引民主党基础选宁 特别是对拜登感到失望的年轻选宁 然而学生贷款宽免和枪支管制措施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拜登还考虑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行动 这是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也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的核心内容 尽管拜登先前对于魏京国会立法就限制边境通行表示怀疑 但他现在愿意尝试 即使他的行动被法院阻止 是否能满足挫败感强烈的选民 还有待观察 在国际舞台上 美国官员透露 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重大支持 帮助其扩大武器制造能力 以应对持续的乌克兰战争 CNN报道称 这枪支持包括机械 无人机和涡轮喷起发动机 以及用于巡航导弹的技术 微电子和消化纤维素 俄罗斯用来制造武器推进剂 中国的这些援助 使俄罗斯能够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同时乌克兰却面临装备和武器短缺的困境 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说服中国停止协助俄罗斯 尽管中国并未提供致命武器 在经济领域 美国股市近日出现下滑 投资者对企业嫉妒财报季的开始感到不安 加之对于通胀的担忧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科技股重镇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 6%标准托尔500指数下跌1.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 2%这是在银行业表现不佳 和对通胀的担忧之后发生的 尽管摩根大通的利润超出预期 但其股价下跌 因为CEO结迷带萌提到了通胀压力 和联邦储备政策的担忧 富贵银行 花旗集团和黑石集团在财报公布后 都出现了下跌 从拜登政府的行政行动 到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再到美国股市的波动 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了当前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在国内政策的推进 还是在国际关系和经济动态的应对上 都体现了各国领导人和政府 在面对挑战时的策略和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事件的发展将进一步影响 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向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人们对于传统事物的喜爱仍然不浅 其中地球仪就是一个喜好的例子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复报的报道 伦敦的地球仪制造商 里德·贝勒比深信人类 对于找寻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渴望 让地球仪这一古老的导航工具得以延续至今 贝勒比于200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现在拥有两大艺术家 制图师和木工 他认为地球仪不仅仅是导航工具 更是连接人与地球的纽带 然而制作地球仪并非一式 因为没有国际标准来绘制地球 而且各国对于于领土的描绘十分敏感 贝勒比的公司将有争议的边界标示为有争议的 他说我们无法改变或重写历史 地球仪的价格不非 从最小的售价为一 一300英镑到近6600英镑的50英寸丘吉尔模型 贝勒比的地球仪被家庭企业和国家元首 以及私人收藏家和电影制片人所购买 地球仪同样受到富人的青睐 比如德国工具和五金公司董事长莱伊霍尔特 沃尔特·沃尔特·乃侯陀佛宇 在他83岁生日时收到了一个秋季尔地球仪 另一方面时尚和美容界的发展也是令人瞩目 雅虎美国报道了前名人造型师克里塞尔·林克萨尔论 如何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时尚与美容创造者 作为香水品牌Flear的所有者和创意总监 拥有150万Instagram粉丝 250万TikTok粉丝和超过70万Youtube粉丝的林 正致力于为2024年引入更多的香水和产品类比 他解释说气味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 当你找到适合你心情的香水时 它可以激发内在的许多不同元素激励和兴奋 它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和能量 当你的香水选择的当时你就能征服一切 在监控和隐私的议题上 雅虎美国提到了美国国会延长一项监控计划 允许当局在未获得令状的情况下 监控大量电子通信 这一举措遭到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违反了隐私权和公民自由 根据重新授权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第702节 如果美国公民与国外人士有联系 其通信可被当局访问 这一问题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下 隐私和安全之间的平衡 如何日益成为一个棘手的议题 总的来说 从地球仪的制作到时尚美容的创新 再到监控和隐私的争议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而复杂的世界 他们反映了人类对于探索美感和自由的不懈追求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需要谨慎行事 以保护我们所珍视的价值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 他们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提供